这一对来自中国湖南的双胞胎女婴 刚出生不久便遭到亲生父母的遗弃 后来在他们六个月大时 被来自美国和挪威的两个家庭分别收养 几年之后他们的命运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呢 2004年在中国湖南省的某个福利院中 正在举行新生孤儿的挑选和领养仪式 十几个不到一周岁的妻婴 正因为在义公保姆的怀中 等待前来挑选他们的外国养父母 而这一对出生于2003年 被发现在一个废弃纸箱中的双胞胎姐妹 便是众多基因中的一对苦命儿 第一个通过预约来到福利院的家庭 是一对来自挪威的夫妇 由于结婚时年龄偏大 错过了最佳生育年龄 所以多年来他们虽然怀孕过两次 但都以流产而告终 为了弥补心中拥有一个孩子的梦想 他们决定来中国福利院实施缘分 虽然现场有十几个孩子在洗洗哭闹喧嚣杂 但刚太进福利院没多久 挪威夫妇二人便一眼相中了 意味着一名年轻义工怀里的女婴 缘分从天而降 就连协议的签署流程都顺利了很多 夫妇二人仔细查阅了孩子的身份信息 并给她取了一个新的名字桑德拉 由于福利院的收养流程比较复杂 所以在确认收养后 桑德拉仍需在福利院多待几天 等待后续的领养手续 然而就这么几天等待期 挪威夫妇俩怎么也不会想到 桑德拉居然有一个双胞胎姐妹 而且会在同一天 在同一家福利院被另外一个家庭领养 和挪威夫妇的情况相似 这一对来自美国的夫妇 也同样由于身体原因无法生育 准备领养一个孩子 在嘈杂的人群中 他们一眼便看中了 再一位中年妇女保姆怀中的女婴 或许是冥冥中自有缘分 前一秒从保姆怀中被抱走 她还在嚎啕大哭 但被美国妈妈接过来没多久 便安安静静地躺在了妈妈的肩膀上 在一旁的美国爸爸也非常激动 她给女儿取了一个新的名字米亚 并当即对她的余生许下了承诺 几天后 福利院分别安排了两个家庭 错开时间分别领走自己的养女 至于为什么要隐瞒双胞胎真相 在后来双方父母的采访中 他们一致认为有两种可能 一种是为了避免给福利院惹出舆论分拨 而另外一种则可能是把双胞胎分拆给两个家庭 比统一领给一个家庭 送走的成功率更高 收益也更高 然而或许是命运的安排 姐妹俩血浓于水的纽带交织 注定她们还要再见一面 在挪威夫妇既定签手续那天 挪威爸爸恰好因为身体不适 把时间拖延到了第二天 而这一天恰好是美国夫妇领养孩子的日子 更不可思议的是 这样的命运安排 让不知真相的双方父母 还做了同一件默契的事 他们都给孩子准备好了领养的礼物 神奇的是 两件礼物居然都是一件 同款式同颜色的红格子连衣裙 于是在第二天的领养现场 双方家庭震惊的发现 这两个孩子不仅衣着相同 就连面相身高和神态都几乎一模一样 貌似已经感应到要被分开 其中一个婴儿的手 还轻轻放在了对方的肩膀上 仿佛在安慰他不要害怕 这些反常的行为 不禁让父母怀疑 两个孩子很可能是一对双胞胎 然而面对他们的质疑 福利院给出的反馈却非常坚决 由于没有充足的证据 双方父母只能就此作罢 但在临行前 他们还是交换了联系方式 约定未来的某一天做一次DNA鉴定 完成所有手续后 这一队出生自中国湖南的双胞胎 基因姐妹 被挪威夫妇和美国夫妇分别领养后 即将开始他们逆天改命的美好人生 挪威夫妇带着孩子回到了家乡 弗雷斯维克 这是一个只有234个人的小镇 到处透露着宁静和典雅 虽然没有高楼大厦和繁华闹市 但放眼望去的每一处风景 都宛如神仙居住的童话小镇 初来乍到的桑德拉 在教堂里完成了神父圣水的洗礼 这也意味着整个小镇的居民 都认可了他的到来 有小伙伴会问 这不就是从中国农村 转移到了挪威农村吗 怎么能算得上是逆天改命呢 事实上虽然小镇人口不多 而且身居山林 但挪威作为全球幸福指数 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 在各种福利待遇上远不是其他国家所能比 生活在这里基本没有金钱的困扰 房子车子毫无压力 生育上学和就医等等通通都免费 你唯一要做的就是享受自己精彩的人生 和来到挪威的桑德拉布图 被领养到美国的米亚 过的是典型的美式生活 他们的家位于美国家州的萨克拉门托县 家里有数不尽的玩具玩偶供他玩耍 刚学会走路时 会跟随妈妈播放的摇滚音乐 尽情跳舞 压压血雨时 还会围着爸爸不停的喊着对方 2004年11月 在各自的国家生活了几个月后 挪威夫妇率先跟美国夫妇打去了电话 他们按照约定 提取了孩子的退样本进行了检测 结果不出所料 这两个孩子就是一对双胞胎 但让双方父母揪心的是 此时同根相连的两个人 早已隔海相望天隔一方 日子一天天过去 当年娇小可爱的婴儿也慢慢长大 身在挪威的桑德拉 由于每天沐浴在童话般的森林里 性格也很像一个小精灵 他会在自家门口滑雪 躺在沙发上安静的鹿猫 在山林中同父母野餐 聆听着瀑布的声音和羊群嘻嘻 带着小狗到山上砍柴 以及拉着爸爸送给他小马四处散步 群山的环抱和森林的滋养 也逐渐造成了他充满爱心热爱生活的性格 甚至无聊时 他还养了一只路边捡来田鼠细心呵护 把他当成了自己的宠物 与身处挪威先进的桑德拉不同 在美国长大米亚 生活环境就繁华了许多 在父母的宠爱下 他活成了所有女孩都向往的小公主 跟着老师学习流行舞蹈 穿着华丽在红毯上走秀 在父母的欢呼声里参加足球比赛 在美食餐厅吃大餐 虽然两个孩子的生活方式大有不同 但双方父母对他们的身世 却都没有任何隐瞒 父母从小就坦然告知 他们出生自一位中国妈妈的肚子 而且还有一个和自己同根相连的双胞胎姐妹 从小在父母的真诚相告之下 姐妹二人多年来对自己的另一半一直心怀挂念 她每年都会在重要的节日 给对方寄送礼物和思念卡片 桑德拉会写下自己的祝福 漂洋过海送给大洋比亚的米亚 而米亚也会把自己喜欢的玩具和零食寄给桑德拉 每次收到对方的礼物 他们甚至都会开心地手舞足蹈 当然最重要的节日 当属姐妹俩同一天的生日了 这一天两个人会接通电话 学习对方别扭的母语 祝对方生日快乐 随着孩子建议长大 双方父母认为是时候让孩子见一面了 于是在2009年 这一队出生自中国湖南的双胞胎器营 在被挪威夫妇和美国夫妇分别领养了六年之后 即将迎来人生中的第一次久别重逢 听闻到美国夫妇要坐飞机来时 挪威夫妇还觉得挺难为情 他们觉得比起美国的繁华都市 挪威的小村庄会让对方被感失望 但事实上 作为全球幸福指出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 挪威宛先进的风景 才是最美的人间天堂 为了迎接米娅到来 桑德拉还让爸爸多坐了一张小床 留给米娅睡觉 甚至每天都看着日历倒数着虫粉之日 乘坐飞机掠过挪威的天空 雪山和云层交织的美景 让米娅一家人惊喜不已 在坐车赶往桑德拉家土中 米娅一路上都难掩激动的心情 而早已在家门口等待多时的桑德拉 听到汽车的轰鸣声后 更是开心到挥起双手 车子刚刚停稳 她便飞奔而去紧紧和米娅拥抱在了一起 如愿见到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姐妹 她们既开心又尴尬 因为大家的母语不通 在房间里只能面面相觑 扔了一会儿后 桑德拉一把抓过米娅的手 一路飞驰跑出了房间 她迫不及待的想把自己经历的所有美好 毫无保留的都分享给米娅 在挪威的这段时光里 姐妹俩无时无刻不黏在一起 她们在田野中撒野式的奔跑 在清澈无比的河流中喜喜打闹 在宛若碧玉的湖水中游泳 在水里做鬼脸 手拉手笔憋气 或者在码头上坐着发呆 回到家中 姐妹俩互相给对方梳头 一起骑马奔跑 或者踩单车在湘野里穿行 桑德拉给米娅准备的小床 显然也没派上用场 因为从始至终 两个人都会挤在一张床上相拥而睡 为了纪念这一份美好 挪威夫妇还分别给他们送了一条项链 把吊坠的形状拼在一起 就是一颗完整的心 值得一提是 远道而来的美国夫妇 对挪威的绝世美景更是羡慕不已 比起美国的喧嚣繁杂 这里就是神仙之巨 同样多年未见的两位爸爸 也在聊天中找到了共同的话题 怕老婆 随着几天相处 虽然有母语上的隔阂 但姐妹俩在日常沟通上 却没有丝毫的问题 或许这就是基因中自态亲密感 虽然有五年未曾谋面 但见面重逢之日却仿若昨日 相聚的时光总是短暂 很快就来到了分别的日子 在机场两家人深深地拥抱了对方 互相告别 对双方父母而言 这场告别就像在告别自己的女儿 望着离去米亚的身影 桑德拉伤心到在母亲怀里放声哭泣 父亲亲信地将她抱在怀中安抚着她 仿佛就像六年前刚从福利院领养她时安抚她一样 这一场分别让姐妹俩愈发思念对方 一有时间桑德拉便会在雪景湖边望着远方发呆 而米亚也经常在海边沙滩驻足眺望 还会在沙滩上写下对桑德拉的思念 这是一部拍摄于2003年的纪录片 名叫《孪生姐妹》 该片一经上映便感动了全球无数人 更是塞得了如IDF纪录片最有声望的观众奖 国家电视奖最佳纪录片奖等11项奖项 有网友甚至还在一直追踪双胞胎后来的生活 其实虽然天各一方 但随着通讯技术的发展 他们也一直都保持联系 基本上一个星期就会通一次电话 2014年和2016年 桑德拉也从挪威飞往了美国 和米亚度过了一个难忘的圣诞节 虽然距离相隔甚远 但只要有爱 心与心之间永远都不会分离 好了 喜欢别人屏就点赞关注和评论 牛太长待一件事更大的世界 我们下期再见 拜